一個台灣漁民的心聲 真心麻煩 順利宣示主權 登太平島漁民 光榮敵反 屏東 鹽捕漁港 但號稱全台灣最綠的版圖 左看 右看 前來迎接的都是顧民黨的身影 我們週末假日有很多的行程 而且他們東港 是在另外一個選區 所以通常這種地方 如果沒有很特別特殊的狀況 通常我們是不會特別前往 無人的心靈狗 又有心靈狗 剪刑語音水槍 找到屏東籍的三位立委 蘇正清不想作秀 周嘉賓乾脆推給戰友 被同事點名的莊瑞雄 索性神隱 看在漁民眼中 豈能不心痛 怎麼樣才是真正的關心漁民 怎麼樣才是真正的 關心的這個社會事件 選舉的時候大家這樣 政治的操作 現在選後了 現在現實的情況大家也看到了 反觀號稱屏東女兒的蔡總統 面對漁民的滿腔熱血 一概忍處理 不再有溫度 反倒可能以一連串的舊責 吊銷駕照一對 自發的愛國心 成能可貴 政府不但視而不見 若反以嚴厲制裁 難道政府眼中的敵人是 自己的人民 藉學長 張宇軒台報導 這個幫忙 又會有反而是 看到沙遠的 雷